那是另外一種植物 不是這個 不是不一樣的 淡淡的花香 你看這個 這個叫做木核 這個是台灣的原生種植物 大橋木裡面 就是會開花的 開得很明顯的大樹 它有多大 就是那一棵 還可以那麼大 所以上面這邊就是在中海拔的環境 可以長很大的 但是還會一直在長 這個都是還算年輕的 這個叫做木核 木頭的木核花的 台灣的木核只有兩種 木核跟港口木核 那麼 就是 我們在看到台灣那麼十幾竹裡面 其實跟就是 在民主植物的利用 它常常被提到 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少祖日月潭 日月潭過起自船 日月潭船 坐那個遊艇 那海月遊艇之前 那邊的少祖要去 潭那邊打魚 說就用什麼 是燒話 他們是真正的獨木株了 藍魚是拼板株 獨木株用什麼木材 就是這個 就是木核樹 對 因為它可以那麼大 你看 砍發下來 就直接 找出一個 那個 就可以在裡面去打 那也那麼大顆 對 那我們泰雅族語更好聽 泰雅語的名字叫 史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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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名字很好聽 史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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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木核 對 史嚕嚕 史嚕嚕 它常常也會成為什麼 飛鼠的那個漆底 這種大樹的話 它會有一些 上面會有一些 那個 斷掉的那個樹幹 那它的果實一定很特別 很頻繁 果實很頻繁 在地上一定都有 對啊 昨天走的話 路上都有 它一些殘幹 斷掉也慢慢的 它裡面會形成一個小中空 就是它的 對 比如說這個斷掉以後 對 那個常常就會成為什麼 飛鼠的窩 喔 對 飛鼠的窩 像這邊它就有兩個窩 靠那個方向 喔 所以晚上來看 有機會都可以看到嗎 對 這被我們干擾到它不住了 因為之前 我們在那個 在遊學台灣 撞遊台灣 以前在那個 這種套裝行程 很頻繁 這太頻繁打擾到它們了 對 我來生氣了 看不住了 對 對 這個就是這個木 你看這大的樹 因為 這個斧葉 堆積在它的分叉 它們時間久了 你看 有多少個 那個 山豬花 掛在它的樹上 山豬花 山豬花 這個是大樹 它才有辦法提供這樣的一個 那種 環境 對 它的果實 這邊一定都有 這邊一定都有 因為那塊樹 這塊大的樹下 就是 這個 一翻的話應該是 哎呦 它馬上就看到 這不是我昨天來放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果實 對 就是乾掉以後的它的那個果實 它也不會很大 就那麼大 對 嗯 嗯 它開 它的花苞 對 這個是已經是那個 這是 剛成熟 剛成熟 這個是它花苞 對 對 如果是你看看到地上 就表示最近要 飛鼠來吃 早期這個時間點 嗯 飛鼠 飛鼠都會 我看得像是那個 有卡利 有卡利 有卡利那個 我小的時候 你連起來這樣轉 轉 轉 會掉在滿地 最近要來判斷什麼 哇 最近有飛鼠來吃 哦 所以你們會這樣來吃 晚上的話就可以來吃 哦 一下這個呢 三四隻 五六隻一起吃就 是用槍還是是用劍 劍機是十七十代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拿劍 到十七時代的 呵呵 這個就是體驗 呵呵 這個怎麼打動物 一方面是我們的能力 不像我們的祖先 呵呵 我們以前的豬 還不再點面子 你這個做步道上去 你這個做步道上去 你這個做得很好 他做這個步道上去 哈 他做這個步道上去 你放心 他做一小段 那你提到蘭花 台灣也是蘭花的那個 王國 宜夜蘭 這應該不是宜夜蘭 你看多葉子覺得不是葉蘭 哈哈哈哈 那這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金草蘭 有幫你們去找一下 就是黃金草蘭 金草蘭 對金色的草金草蘭 那麼它是大概在不同的海拔 大概是三月底一直到五月多之間 它就會這樣子會陸續開發 它這花是金黃色的很漂亮 嗯 那麼在我們也連到其他的族群 那個阿里山的州族 把它稱為他們的 這是他們的那個很神聖的這個職業 金草蘭 他們在一些重要的祭典還是什麼 就會拿這種金草蘭做一些 裝飾 對 裝飾 還是就是他們很重要的一種蘭花 阿里山那邊還有另外一種叫那個十大功勞 這邊就沒有了齁 這邊也有 這邊海拔稍微低一點 海拔低一點 對對對 還是你到前面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繞一圈就下來了 好 你繞一個 這個太高了 對阿 你到前面一點就好了 我跟妳講 你放心 它只有一小的 它就是順了 阿那還是說 那個 還是我帶 我帶那個 他從這邊走 因為他說他怕這一段抖 我說 我帶他從這邊走啦 到那邊跟你們碰 對 我帶 你們走這 來我來拿 我跟妳講 這個站我陪妳走 這個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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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的這樣 哈哈哈 在那邊比較平緩 對 走那邊 好 一腳斷了 那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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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